今天請蔡生博士分析哪些議題呢 來看到就是說 美國跟中國大陸 因為台灣問題 已經是可以說 中國大陸劃出紅線 現在菲律賓也要來攪局嗎 我們來看到是說 菲律賓的總統小馬可是 在第一時間慶祝賴清德當選 暫時就被說你挺的是台獨嗎 結果外交部呢 他馬上就說 我們一中政策不變啦 不過毛寧在第一時間就說 建議小馬可是多讀書 了解台灣問題的來龍去脈好嗎 結果沒想到 來看到菲律賓的國防部長 他就開嗆了說 毛寧你這是自甘墮落 做出如此卑劣粗俗的發言 侮辱我們的總統跟菲律賓國民 然後還說你是有入 你們的品牌形象是相符的 還說我並不驚訝 然後還說 全世界不應該會有更高的期待 不過對此呢 中國大陸外交部 也有最新的說法 一起聽看看 非方言論嚴重違反 一個中國原則和中非建交公報 嚴重違背非方對中方所做的政治承諾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中方表明嚴正立場是完全正當和必要的 一個中國原則是紅線也是底線 任何人在台灣問題上挑釁 中方都絕不接受必將堅決回擊 我們敦促非方切實遵守中非建交公報精神 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停止在涉台問題上的錯誤演習 好 委員你怎麼看 現在中國大陸跟菲律賓 不好講納悶一點 菲律賓怎麼是國防部長出來打嘴骨 菲律賓外交部沒有吭聲 他馬上說一個中國的立場沒有變 他趕快講是說 我們一個中國政策不變 然後小馬克思講那個話 是因為在台灣有20萬的外勞 非勞 所以必須要基於保護菲律賓立場 講幾句話 有必要嗎 以前都沒有這樣講 以前台灣領導人的選舉 產生以後菲律賓總統都沒有這樣講 小馬克思是新來的 因為 太菜了是不是 應該是這麼說 就是說因為他剛上任 以前台灣都沒有更換過領導人 他第一次更換領導人 想要挑釁一下 所以沒想到挑釁就碰了一兵一隻灰 國防部長跑出來講說什麼 這五路總統 外交部長不吭聲 因為對外的話是外交部才有代表權 國防部長是不是為了南海 忍耐交的問題 搞得臉面無光 所以想要借機 發一點奇奇怪怪的言論 我是覺得他自己才比較粗暴 你才粗暴就對了 人家只是講說請這個菲律賓總統 多讀一點書 瞭解一下台灣的來龍去脈 我是覺得 大陸應該送那一本台灣問題的白皮書 他講的書不是沒有唸其他的書 是沒有唸台灣問題的白皮書 這比較正確一點 毛領記得講沒有唸台灣問題的白皮書 所以這個是個小細節 大概就過水以後就沒事了 希望是沒事了 因為大家都希望說菲律賓跟中國大陸 可以和平相處 不然對周邊國家來講 尤其是東盟阿西亞國家來講話 也會覺得很頭疼 我們看到是說什麼呢 現在菲律賓還說 準備要在南海的部分 說中國大陸有破壞性的環境活動 要向荷蘭海牙仲裁法庭提出訴訟 但是廣西民族大學葛宏亮老師說 這個訴訟不會引起實質性的影響 不過會增加中國大陸的壓力 另外再來看到中菲呢 其實也真的是有些外交部動了起來 中國大陸外交部的助理 這個部長助理農榮這一位男生 然後跟菲律賓的副外長 其實有進行南海問題的磋商 說要來進行完善涉海溝通機制 管控仁愛礁的當地局勢 有關於環境問題的訴訟 他們菲律賓想要令起戰場 要在這個海牙的這個國際仲裁庭裡面 去提起新的 可是不要忘記啊 這一筆錢誰出的 那一筆錢至少一千萬美金起跳啊 律師費啊訴訟費啊 不要叫美國出吧 是美國出的嗎 不要忘記喔 上一次這個菲律賓 提出對南海問題的訴訟的時候 菲律賓贏啦 那錢誰出的啊 好像美國最後也沒有補貼什麼東西 美補貼啊 好的 爭論 那你這一次要再演這種角色 我覺得意義不大 所謂的破壞環境活動 那請問一下菲律賓把一條破船 拖到人愛礁 算不算破壞環境的活動 坐貪24年的破壞環境 對啊 這標準的破壞環境 破船是要拿去解體的 破船如果能夠走的話 是要在海上走的 怎麼會拖到一個島礁上面去 這是擺明了破壞環境的活動 所以菲律賓自己丟垃圾 在擔心人家的垃圾桶有破 這很奇怪 都是覺得這個國家 然後也不拿鏡子照照之急 不過中非在南海問題 想要做風險管控 不要讓衝突進一步擴大 所以才會有中國大陸的外交部助理 跟他們的外交部副部長兩方面 就這個問題來溝通 雙方方面都節制一下 這不是什麼壞事 這是好事 不是什麼壞事 因為不斷地衝突摩擦下去 對菲律賓沒有什麼特別的利益 當然對中國大陸 也有點麻煩跟摩嗦 那就把仁耐交這個問題 就把它擱置 看雙方方面怎麼處理 慢慢來 不急 所以我是覺得時間 是在中國大陸這邊 對 但是這也突顯出 菲律賓現在外交跟國防 這個是兩條不同的一個路線 國防部這邊是非常的強硬 但是外交部希望折中 所以大家都希望說 外交部這個力量能夠大一點 而不是這個菲律賓的國防部 天天喊打喊殺 這對菲律賓也不是好處 另外再來看到說 跟著中國大陸硬鋼的話 台灣也會碰瓷的 我們先來看到 諾努15號說發表聲明 跟台灣斷交 那因為說援引的是 聯合國2758號的決議 我想把這張圖放大一點 說2758號決議是什麼呢 以及台灣到底有哪些地方 還有可能有斷交的危機 我已經說有四個了 今天要請蔡先生博士好好說一下 其實聯合國2758號決議 其實當初是要恢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的權利 承認是代表中國 因為中國到底是誰呢 是中華民國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那最後他們決議是 要把蔣介石的代表 從聯合國組織當中 踢除出去 驅逐出去 所以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代表中國這個事情 那這樣子的做法 因為沒有提到說 台灣等等 所以蔣介石的代表 沒有提及中華民國 所以美國就說沒有啦 沒有提及這個台灣的相關問題 但是那個時空背景不一樣 當時台灣就是中國 當時的背景 台灣就是中國 沒有特別去提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另外呢 台灣現在方交國剩12個 委員說可能還有四個有危險 您要不要講一下這兩個 那當然啦 這個有危險的國家 第一個首要就是瓜地馬拉 瓜地馬拉 對 馬紹爾嘛 馬紹爾現在跟美國關係 也除了不是很理想吧 這兩個國家是最優先的 那其他這個 海地嗎 海地因為現在跟美國關係 比較特殊 應該是另外一個國家 會可能性會比較大一點 那基本上我是覺得 今年還會掉了幾個邦交國 不是問題 還有圖瓦魯 台灣叫萬納杜 大陸像杜瓦魯 我們講話不同 這個也是一個 可能會變動的一個外交的單位 至於三聖 從那其中有 所以什麼聖文森 三聖可能會掉一個 這邊有聖路西亞聖文森 還有聖克里斯多福 及尼維斯聯邦 你背得很完整 沒有我沒有背 我根本背不起來 因為之前有人搞我 我還特別背 現在我也忘光了 我們叫三聖 對 三聖 可能會掉一個 所以這個沒關係 反正這個大勢已定 大勢已定 這個沒辦法 我們用那個必然 那個大陸很喜歡用這個 必然什麼 必定什麼 這個台灣跟美國 在這個戰線上 基本上無法守得住 有關於聯合國 第2758號決議文 為什麼 美國的AIT主席 羅森伯格會特別提出來討論 原因就是諾盧 諾盧在建交的 發表的宣言裡面說 他們是根據這個 一個中國原則 以及2758號決議文 對 他講得這麼清楚 所以變成說 這個AIT的主席 那個羅森伯格 他特別出來講 講說聯合國的2758號決議文 一沒有決定台灣的法律地位 二沒有排除台灣跟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係 三也沒有排除台灣參加 有意義的參加聯合國體系 就是聯合國其他的組織 這三個問題 我不得不客氣講 因為羅森伯格 是我們哈佛的校友 我說他講的 這根本叫廢話 對啊 為什麼我講的是廢話 先講說第三個 他說沒有排除台灣 有意義的參與聯合國 我們先不管有沒有意義 先講參與聯合國的體系 我問一下美國 美國從來沒有在聯合國裡面提案說 讓台灣當觀察員 完全沒有 巴勒斯坦還是觀察員 台灣不是 你告訴我是什麼 每次美國都說什麼 我們挺台灣的 有意義參加聯合國 沒有提案 連觀察員從來就沒有提案過 而且聯合國體系底下 很多組織 聯合國組織有沒有 教科文什麼那些 一大堆 很多 很多 台灣也沒辦法當觀察員 沒有啊 而且有些組織還是 美國可以絕對控制的 我舉一個例子 IMF 國際貨幣基金 美國在國際IMF裡面 擁有否決權 對 他就是 他是票數最多的 對 他擁有否決權 所以沒有美國同意 什麼事都過不了 沒錯 但是台灣可以當 觀察員嗎 不行 不行 能夠當會員嗎 也不行 那美國有沒有提過 從來沒有提過 對啊 那請問一下 你把自己把台灣 排除在聯合國之外 不就是你美國嗎 對 沒錯 那你說 因為中共打壓 我們台灣那個 其他的什麼 以前國民黨民進黨 而且現在民進黨 中共打壓 要怪中共 怎麼可以怪美國呢 奇怪 你美國都遵守 這個27582決議案 你才會怎麼樣 跟中國大陸建交啊 這還不是建交文 只是幫台灣在聯合國 爭取一個觀察員 還不是正式的 是 那你連這個觀察員 都不給台灣 是你美國自己把台灣 排除在聯合國的體系之外 不是嗎 沒錯 那你中共打壓 如果你美國也怕 中共打壓 這表示什麼 表示說 2758號決議文 是有效的 而且中共打壓 是合法又合理的 不是這樣子嗎 是啊 結論很簡單 再來我們談什麼 叫有意義的參與 什麼叫有意義沒意義 因為WTO 它是國際組織 但是不是聯合國體系下的組織 這跟聯合國沒有關係 WTO 但是WTO 台灣也只能用地區的身份參加 不能用國家的地位來參加 對 然後WHO也一樣不行 WHO還有聯合國的組織 你就不講了 那WHO附帶召開的WHA 也不行 也不行 請問你一下 這不是就證明 2758號決議案的效率嗎 是 那你羅森伯格 你裝什麼 裝什麼算啊 對啊 對不對 好 再來有關於建交問題 他說2758號 沒有排除台灣跟任何一個國家建交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你美國不是在1979年 因為2758號決議案 是1971年10月25號通過的 沒錯 你在1979年1月1號 不是跟台灣斷交 然後跟中國大陸建交 沒錯 那 所有的國家跟中國大陸建交 不都要跟台灣斷交嗎 對啊 那請問你 這不就是2758號決議案 所產生的一個中國原則嗎 因為在2758號 在1971年10月25號通過 之前 全世界是兩個中國的模式 對 什麼叫兩個中國的模式啊 就是 有許多國家跟台灣建交 有許多國家跟中國大陸建交 兩方面在爭誰是中國的代表 我們都叫中國 2758號決議案一通過以後 台灣就沒有中國的代表權 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那變成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在國際法上就變成非法的政府 簡單講是這樣子 那我就 問一個更簡單的問題啊 你美國都不敢違反2758號決議文 你叫諾盧違反喔 對 很好笑嗎 諾盧 你美國不敢對 代表違反 比如舉個例子 今天馬路上有個紅燈 然後 你警車都不敢 不敢違反 我們跟他後面不敢違反嗎 誰敢 除了要喝醉酒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羅森伯格根本就在裝傻 根本在裝傻 再來 談到2758號決議案 沒有談到中華民國 沒有談到台灣 好像 2758號就不能夠約束中華民國 跟台灣 錯啦 對啊 羅森伯格我覺得說 他書沒有讀好 為什麼 因為1971年的時候 當時在通過2758號決議案 是由阿爾巴尼亞提案的 在這個提案之前 有兩個修正案 我們董會議程序員都知道 有的修正案是先表決修正案 對 修正案通過本案就不表決 對 然後修正案沒通過 就開始表決這個本案 當時兩個修正案是什麼 我提醒羅森伯格一下 第一個修正案是美國提的 叫做兩個中國雙重代表權案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共同國 你們主權都是整個中國 但在聯合國裡面 我們就不討論這個問題 讓你們都什麼 變成聯合國的會員 雙重認定 就像南韓跟北韓 也像什麼東德跟西德 兩個德國兩個韓國 雙重代表權 這個誰提的 美國提的 然後結果呢 聯合國以絕對多數否決 這一否決表示 不管你台灣 你中華民國的法律地位 全部被否決 還有更經典的 第二個修正案 叫什麼 是沙特阿拉伯提的 那時候跟我們中華民國 還有尖銷 對 提的 他提的叫一中一台案 就是中華民國 你只代表中國大陸 台灣你就代表台北金 就兩個 但是名字要叫台灣的 中華民國隨你變 就是兩個 對就是一中一台案 對 這個一中一台案 更經典 投票的時候是什麼 戰爭者兩票 其他全部反對 你美國都棄權 你美國都棄權 請問一下 不是台灣的國家地位 就被聯合國否決了吧 對啊 所以最後再來表決 2758號決議案 2758號決議案 的修正案 全部被否決 你告訴我說 跟中華民國 跟台灣沒有關係嗎 我們早就在前面 就已經被排除了 前面被排除 才是這個案子啊 然後說這邊沒寫 對啊 那當然 前面案子表決 最後一個案子 要幹嘛寫咧 對啊 這個最基本的法律 所以已經被推翻東西 要不然你美國 重新再提修正案表決 看看嘛 你美國從哪裡沒提啊 美國現在提也會輸 也會輸 沒有錯 而且搞不好輸得更難看 很慘 所以我就不得不說 這個 現在1979年 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 然後現在2024年 美國只剩下一張嘴巴 哎呀2758號決議案 跟台灣沒有關係 跟中華民國沒有關係 你能做什麼啊 這樣我講過清楚了吧 講得非常的清楚 台獨人士 故意不講說前面 有兩個修正案 完全不提 好像沒這回事 文裡面又沒有寫啊 連都裹了會議器 拿出來給你看 對 所以呢委員 他是很精闢的告訴大家說 早就前面的修正案 就是已經把台灣 兩個中國也排除 然後一中一台也排除 所以就是已經否決了台灣的 還有中華民國的這個 合法的定位嘛 所以呢 美國你可能是知道 還是故意裝糊塗呢 來聊天室一起來聊聊 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折扣 我可以選擇 請你1位 解鎖身體健康 請選擇 banco 防排 好心 說